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所周知 虽然说周琦现在还在国外NBL的联赛打球 但是对他下个赛季的去向呢 很多球迷都非常关注 而且根据目前周琦在海外征战的情况呢 他在 球队当中并没有受到重视 而且整体得到的机会非常少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周琦呢 在下个赛季大概率是要返回CBA的 毕竟从目前来看的话 CBA的整体格局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各大球队呢涌现了很多的黑马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周琦回到CBA呢 同样也是有一番大作为 在此前呢 有媒体分析啊 周琦要回到CBA之后呢 很有可能会被新疆队这边呢 和上海队做个交易 毕竟我们知道的话 对辽宁队来说 他们可能不太需要周琦 而且他们这边呢 没有开出足够的顶心诚意 所以可能周琦去到辽宁队的可能性非常少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周琦去到土豪球队上海这边呢 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去向 然而就在最近根据媒体的报道 这一次周琦做交易的一个整体方案呢 可能又出现一个 大反转 接下来周琦很有可能不去上海 而且有可能呢 会去到 北京首钢队 毕竟我们知道现在北京首钢队呢 在此前遭遇一轮游呢 已经是 提前暴冷淘汰出局 无缘季后赛 后续的冠军争夺 对北京首钢来说 尤其在本次比赛当中呢 北京双塔呢 他们的整体表现 实在是太过于糟糕 不管是李木豪还是范子明这个双塔的整体表现呢 真的是堪称灾难 两个人在第二场比赛只拿下5分 这样的一个内线双塔的话 其实对北京首钢来说呢 真的是没有太多的作用 据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不排除秦晓文呢 在下个赛季重组的时候呢 可能会砸重金 把李木豪或者说范子明其中一个球员换掉 然后把周琪呢给请过来 顶上他们的位置来帮助整个北京首钢完成重组 去冲击下个赛季的总冠军 所以从目前来看呢 根据媒体的猜测 现在北京首钢呢 正在酝酿一笔大交易 就是很有可能之后的话 可能呢 为了能够得到周琪 北京首钢这边会能够 释放出足够的善意 一方面的给周琪开出顶心的合同 这个肯定是必须要做到了 另外一方面可能呢 还会使用李木豪呢和新疆去换 周琪过来 毕竟现在呢 新疆这边还是拥有着周琪的交易权 如果说新疆这边不肯放人不肯松口的话 其实周琪是没有办法 来到北京首钢这边的 所以从目前来看呢 北京首钢这边确实要释放出足够的善意 拥有足够的筹码以及大的价钱呢 可能新疆队才会把这个核心呢给交出去 而且其实对新疆来说呢 他们现在拥有周琪的话也确实是个烫手山芋 本身周琪呢不愿意再待在这里 对于新疆队来说 与其继续把它强留在这里 还不如说呢 用一个好的条件把它交易出去 然后呢 换一个能够使得动了一个好的内线球员回来 这样一来对新疆队来说 下一个赛季说不定能够有一个 不一样的实力体现 所以据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接下来呢 完全能够期待周琪 很有可能加盟北京首钢 然后联手范子民重新组成 北京首钢的双塔之后呢 再去征战比赛 再加上此前呢 有传出马布里或者龚小斌加盟北京首钢的话 下一个赛季 北京首钢的未来依旧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也不妨期待一下 那么季后赛结束之后呢 相信在窗口期 北京首钢这边的影员动作就会立马的浮出水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聊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